欢迎回来,我是彭哥 我们许多的糖尿病朋友因为三多一少的问题 第一次确诊为糖尿病的时候 大家以为才发现问题,应该是早期 其实,当有这些明确症状的时候 已经算不上处于这个疾病的早期阶段了 接下来很可能会逐步出现 或者是同时出现肾脏的衰竭 失明或者是节肢的问题 如果你还不重视血糖管理的话 直到出现了不可逆转的并发症 许多朋友就会抱怨 为什么不能早一点发现这么麻烦的病 非要等到最后一刻才可以看得出来吗 当然不是 其实你的身体是有一些早期的信号在提醒你的 只是你没有注意到 不仅你没有注意到 我们的许多医生也没有意识到这些身体给出的信号 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医生 他们自己也会得糖尿病 所以希望接下来的内容可以引起你的足够重视 第一个身体的表现就是体重缓慢的增加 当然不一定人人都会这样 但这确实是一个早期的标志 这是胰岛素抵抗走向二型糖尿病的早期的迹象 有的朋友不理解 为什么我一直在吃同样的食物 我一直在按照以前的方式去锻炼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但似乎我每年都会长个两三斤 我这说的应该是一个很普遍的情况 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年龄变大了 更是因为我们对胰岛素的抵抗力越来越强 正在朝着二型糖尿病的方向发展 当然如果你注意到自己排尿很多的话 那么这个问题可能发生在一型和二型糖尿病的上面 可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糖尿病的早期迹象 因为葡萄糖对身体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肾脏可以过滤水和葡萄糖 然后99%会再次吸收回来重新利用 除非你的血糖的浓度超过了肾脏可以重吸收的极限 这个数值一般是9到10毫毛每升 成熟的一型糖尿病会超过这个预值 不重视血糖管理的二型糖尿病患者 也会超过这个指标 只要超过了这个指标 那么多余的糖就会跑了出来 而且随着糖分的流走 还会带走身体里面的水分 那么这就是尿液增多的原理 当身体里面流出的水分多了 你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口渴 一型糖尿病患者晚期就是这样的 二型糖尿病患者如果你放任血糖不管理 也会是这样的 只要你能够想办法保持你的血糖 在9到10毫毛以下 那么你就基本上不会丢失掉过多的糖分 你的身体也不会排出过多的水分 如果你出现了突然的体重下降 那么这常见于一型糖尿病患者 因为一型糖尿病患者虽然吃了许多的食物 他们也制造了大量的血糖 但是他们没有胰岛素能够把葡萄糖送到细胞里面去 所以实际上他们是能量不足 他们没办法只有分解自己身上的脂肪和蛋白质 最后他们会变得非常的瘦弱 而这时往往都是致命的 当然绝大多数的二型糖尿病患者不会到达这一步 但是如果二型糖尿病到达了晚期 胰岛功能也会消耗完 无法产生足量的胰岛素 那么这个时候也会让肥胖的人突然体重下降 第五个就是过度的饥饿感 你一直都感觉到很饿 那么在一型糖尿病里面 你吃了很多 你的身体也制造了许多的葡萄糖 但是你的细胞没有办法使用它 所以说相当于你根本就没有吃过东西一样 二型糖尿病和一型糖尿病不同 它们是因为胰岛素抵抗 血液里面有了太多的胰岛素 因为胰岛素是一种存储激素 如果你的血液里面有大量的胰岛素 你就会把能量存起来 而不愿意就把它取出来再次使用 所以基本上你的能量是被锁住的 而你必须去吃更多的东西来补充能量 这也就是我们体重增加的原因之一 第六个迹象就是视力模糊 这也和葡萄糖有关 我们的眼睛里面有许多的小血管 它们非常的敏感 如果你的血液里面有了太多的葡萄糖 那么这往往会促进视网膜的渗漏以及损伤 这称之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另外一个常见的原因就是白内障 血糖的变化会导致眼睛里面 精状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昏浊 那么这也会带来视力的模糊 要注意的是这个过程并不是在你确诊为R型糖尿病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才出现的 许多时候它会在糖尿病的前期表现出来 那么在异性糖尿病中 你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 如果你使用了胰岛素 并将你的血糖维持在一个良好的水平 那么这个问题通常就不会发生 第七种情况就是手脚发麻 当你有高血糖的时候 葡萄糖就会露出来 带着一些液体进入到周围的组织里面 这会导致组织的水肿 肿胀会伤害到很小的神经 它会带来神经病变 随着神经病变或者是神经损害的发展 那么一旦出现了小小的伤口 它会变得愈合的很慢 甚至很多糖尿病患者 它的伤口根本就没有办法愈合 那么在严重的情况下 有许多糖尿病患者的脚趾头会出现坏死 没办法 他们不得不截肢 我经常面对这些患者 手术治疗这些患者 这是因为我们伤口的愈合需要信号 你的大脑需要向受损伤的区域发送信号和频率 那么这样你的身体就知道该怎么样去办 如果神经被破坏了 那么这种情况就不能够正常的发生 你的伤口就会变得更加的难以愈合 那么这个问题在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中都会发生 但是就像我所说的 除非你非常的不重视血糖管理 任由它越来越高 那么终究会出现这个晚期慢性的并发症 第八个是高血压 与其他的那些由高血糖带来的症状和体征不同的是 这个问题几乎纯粹是高胰岛素血症的表现 我们都知道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水平最高 80%的人有高血压 一型糖尿病患者里面 他们大概有30%的人有高血压 但是高血压是很常见的 可能是由于新陈代谢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由于我们的慢性压力导致的 高血压可以是糖尿病的一个早期的迹象 只要你有一点点的胰岛素增高 那么胰岛素就会告诉你的肾脏 吸收更多的钠和更多的水 所以较高的液体量往往会使血压升高 很多人在进行低碳水化合物饮食 或者是生酮饮食的时候 那么发生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他们感觉到自己的胰岛素水平下降了一些 他们的血压也开始下降了一些 第九项是血液检查 我们经常会去做体检 我们也都会查血糖 可能会查糖化血红蛋白 但我们真的不一定会查胰岛素水平 血糖是人体努力控制的一个指标 通过分泌胰岛素来降低 我们的身体会非常努力的把葡萄糖 维持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之内 除非胰岛素失去了正常的作用 那它就维持不住血糖的正常水平了 如果我们看一看二型糖尿病的血糖变化区限 那么你就会发现 他们的血糖前几十年几乎都是平的 再看看胰岛素的区限 他们会以很快的速度上升 所以如果我们只测量葡萄糖 如果我们测量的是一个被控制的东西 那我们会很晚才发现问题 那么我们就会错过15到20年的时间来进行预防 可是如果我们测量胰岛素 我们就是在测量控制血糖的东西 我们在测量身体是如何努力工作来保持血糖稳定的 一旦我们发现胰岛素持续走高 我们就可以提前15到20年发现这些问题 而不是在等到整个系统完全失去控制的时候才发现问题 要注意一型糖尿病和这个是不同的 只要他们的身体里面有那么一点胰岛素 它的血糖就可以基本保持稳定 一旦胰岛素迅速的下降到0 那么葡萄糖就会直线上升 第十个现象就是腰围的增大 如果是妊娠系糖尿病 那么当然会这样 因为肚子里的宝宝长得很快 如果是一型糖尿病 那么显然这种问题不会出现 因为你的身体细胞实际上是在挨饿 能量不足 你吃进去的食物转化为了糖 都会留在血液里面 然后你再把它尿了出来 最后其实没有多少能量 能够进入细胞 二型糖尿病进展得很慢 这就像刚才前面讲到的 缓慢的体重增加 缓慢的血压上升 这告诉我们 我们正在走向糖尿病 你可能很瘦 你也可能会有一个正常的体重指数 但是可能会出现一个突出的小肚子 小肚子不断的长大 或者你可能很胖 但是大部分的重量都集中在肚子这一块 所以这两种情况都表明了 你的身体在向二型糖尿病发展 但是我刚才讲到的这两种胖 它们是有区别的 我们的身体有两个地方可以储存脂肪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的皮肤下面 例如臀部 大腿 手臂 那么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内脏的周围 内脏周围如果有太多脂肪的话 这往往和胰岛素抵抗相关 皮下脂肪多的人可能非常容易超重 但是他们可能没有任何代谢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有太多的内脏脂肪 这可能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这表明你身体的胰岛素抵抗水平很高 为什么 因为身体不希望内脏脂肪增长 如果内脏脂肪增长太多 那么它就会对你的重要器官造成压力 扰乱它们的正常功能 因此内脏器官对胰岛素的抵抗力就会更强 这就是为什么肚子是一个问题 那么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可以引起你的注意的话 你可以关注我订阅我的频道 当然你也可以转发给更多的人 最后让我们一起为了健康而努力 加油 ick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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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丢在一起 放下来了 明白 绿 verdad 尷尬 激 可以 泥